科學博物館 高雄的科學工藝館 還有京東有一個海洋生物館 這個館長就在那邊討論就是說緊急會議說 因為昨天館長被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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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為了避免晚上走在路上人家叫你館長發生意外 所以我們以後 附贈的時候或叫人稱呼的時候絕對不要叫館長 前面要叫一個加一個姓 比如說我是禮物館長 陳館長 孫館長 那避免這樣情況 因為這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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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教育也有一些效益 後來有一些小朋友到館裡面來參觀 大概在玩啊 大概他們一玩了半天 那半天之後 有一些學校目前我當過教育處長教育局長 所以有些像台中苗栗的學生來 我就特別去跟他 say hello 然後講講然後半天以後十幾分鐘後 我們聽到那些學生跟老師講 說館長這個館長好像不是館長 因為他都不會講髒話 也不會罵人 老師說那個館長跟那個館長不一樣 所以一般來講 一般我們現階段都很少這樣子 好接著現在我們就是 我們就是